很糟 陸葉花是個大酒家 妳那小姐真不差 還可以哈哈 還可以叉叉 還可以帶回家 好 請坐 歡迎收看 曾經報喜 老婆怎麼沒了 她就跳完叫她不要來 真的讓她差一點不要害怕 她今天你剛才唱歌不來嗎 不是 唱歌還不可以 會吵架 但是今天除了郭哥沒來 我們兩個很開心之外 來了一位超級巨星 對 是的 這一位超級巨星呢 他有 妳就說鐵肺就好了 妳就只要鐵肺 對啦 鐵肺歌后 妳說鐵肺我就知道 在高大鐵肺沒幾個 妳知道誰嗎 知道的 我趕快把它請出來 鐵肺歌后 曾妮 天啊 妳好 妳好 菁姐 妳好 妳又見面了 有 每次聽到她這樣子唱 我好像又回到過去以前的時代 是啊 而且到現在依然是巨星風采啊 妳們是怎樣招呼客人喔 怎麼樣 怎麼啦 明明知道妳們是三位 一起主持的 今天怎麼放兩個小咖 來接我這個小咖 我跟妳講 妳就不會要誤會 我跟妳講 今天是為妳好 是妳來啊 我才把另外那一個 小郭 那個本來是小郭 你不想 好吵喔 妳不想回家 對 他來妳可能會受不了 妳會被他煩死 我跟妳講 對 但因為我們要歡迎妳來到節目 對不對 雖然少了郭哥 但是我們為妳邀請到了 一位神秘嘉賓 我覺得這個人 跟妳關係就匪浅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覺得妳們兩個的交情勝度 那當然 真的 想知道是誰 顧佳輝 那妳忽然 蹦出這個名字來 那裡頭就有點問題囉 沒有問題 因為我很多很多歌 都是他寫的 香港的 有志成淵源 對 搞不好是他 到底是誰 掌聲歡迎 劉家昌老師 你又跟我上次看都不一樣的 來 大家好 我是劉家昌 劉老師啊 你好像最近女人比較矮是吧 天寒地凍呢 你沒聽過熱脹冷縮這句話 是 好 天寒地凍 熱脹冷縮 那為什麼變醜了 我永遠在觀眾 觀眾的心目中都是帥的 而且我做歌曲 做音樂的時候是最帥的 我今天會來這裡呢 是完全是衝著我的徒弟 珍妮來了 謝謝劉老師 哪裡 你好 好久不見 可能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所以說看起來比較帥 比較年輕 對,看起來是 老師,你的脾氣一向都不好 對不對 沒有,我脾氣一向很好 其實珍妮脾氣比我更大 是啊 上次這個星期到我們節目來 他說經常要錄... 在錄音室裡頭 經常因為要錄你的歌 經常被你... 你不要討伯是非什麼經常 我說有一次啦 不是,有一次啦 有一次就被你罵到 然後關在錄音室裡頭 所以我今天到這裡來 我順便... 除了站台之外 順便要澄清一件事情 這個珍妮上節目都說 我對他很兇 常罵他 然後把他關在錄音室裡面 對 其實不是這樣 是他比較兇 都是他在罵我 把我關在錄音室裡面 所以上次珍妮姐 想說錄音室關起來罵的是... 是罵我 他罵你啊 他在哭啦 這樣子喔 這個事情 老師啊,你就不要告訴大家嘛 不是,我搞不懂耶 珍妮啊,他是你老師耶 對 那你錄音室裡頭 為什麼你可以把老師罵到哭 躲在錄音室裡頭 為什麼你知道,我告訴你 因為他每次我做的歌不好的話呢 他就說 你老師比較好 我做什麼歌啊 那我就知道我就進去錄音室 那就是你的不對啦 每次寫歌有時候蹲廁所裡頭 一下子就可以寫好了 那當然不好啦 不過你們兩個脾氣應該都不會太好啦 我很好 這珍妮不好 珍妮 是嗎 不要這樣講 兩個都很火爆啦 對啊 太了解了 對啊 萬一你也不讓他 他也不讓你怎麼辦 對啊 因為他老婆 因為這個師母 是我很喜歡的一個 非常成功的明星 所以從小我就很崇拜 這是我的偶像 所以我為了他 我就忍讓他一點 我就盡量的 就是讓老師 你為了師母是吧 對 其實我 我在這邊也算爆料一下 其實 劉老師奇怪 你真奇怪 你講的講法好像你 你都比較喜歡姓曾 當然啊 以前就是曾珍 但曾珍 曾珍是 曾珍是她的姐姐 姐姐嘛 那我就是因為 你是認真的嗎 劉老師 這很可怕 這件事 反正不關我的事啊 我隨便亂講 真的 我是劉大炮嘛 我個性本來就是這個 對 乾脆 滿喜歡粉砲的 對不對 導胖,你也認識我很多 這一段 會怕 會怕就好 這是開玩笑啦 就是那個 我們曾珍姐的那個肺活量 真的是驚人 她真的鐵肺 剛剛在聽她唱的時候 依然是這麼大炮 我跟你講 她上次來露營 我在家裡看 跟亞萍 亞萍說 我的天啊 怎麼曾珍現在歌 還唱得那麼好啊 為什麼要唱不好呢 如果保養得好 自然就會可以唱很久 你不會比我更老 然後你一樣也很好啊 沒有 可是亞萍是真的因為 她自己本身賞子最近不好 是不是被你欺負的 沒有啦 她自己亂吼亂叫對不對 一定是她在家裡犯錯了 所以才弄到那個老婆要跳起來 對啊 所以才會吼到啊 她場子壞了 就是你要負責 沒有 我知道她的意思啊 她是那個雷蒙娜 那個亂叫亂吼的 妳真的 OK 妳想到哪裡去了 我們沒有想到哪裡去 我沒有想 我以為她肚子餓 都是她在叫便當給妳吃 而且我以為就是 但是你都沒有惹她生氣了 所以她也不吼不叫了 這樣子 以前她經常喊 我不會惹她 她也會生氣啊 我跟你講 是 不過就是很難得啊 到現在依然唱得這麼好 對啊 對啊 那就再帶來一首歌吧 好啊 老師 你吩咐 你一下喜歡吩咐別人的 那你就 隨便帶一首歌吧 做老師的什麼 你叫學生 對啊 隨便 我做的歌太多 你來點嘛 我點的 我手歌對不對 那我就 指定學生唱什麼 邱哥好了 好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你看 當我們學生在這裡 沒有兩把刷子怎麼可以呢 你做的吧 是我做的嗎 我做的 是 是我做的 邱哥 你確定是你做的嗎 我做的歌曲太多了 我真的搞不清楚 老師 那你哼一下前面怎麼唱 邱哥 好啦 不要唱了 低音就不對了 不對嗎 沒想到多年不見 他的功力依然沒有退步 不是 劉老師 我覺得這首歌 比較適合青山唱 青山 為什麼 第一句就是什麼青山 晚霞 外邪霞 對啊 什麼給珍妮唱 本來是寫給青山 我好像聽說那時候老師是為了追零青霞 所以第一個是 青山剖鞋 一刀拆下 對不對 這樣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 寫歌都有意義 我也是聽說的 不是 你都講出來是假的嗎 你不要害我 這個劉老師 有一首歌是不是也是 有一首歌又是哪首歌 你要提醒我到底是哪首歌 只要為你活一天 只要為你活一天 也是你 偶心力學之作 這樣子 哇 這個他知道 不好意思 今天我就要求是你自己作曲的 那你就跟我們這個珍妮姐 我們兩個 你們兩個合唱好了 對 你們兩個合唱一下 只要為你活一天 就這樣就好了 好不好 失敗一下就可以了 OK 是不是這首歌 對 可不可以嘛 我唱是不是 對啊 那 你是老師耶 我老師已經瘋邁了 這樣子 我上次演唱會已經講過不唱了 知道是真的啦 我要再唱還有一天嗎 好 那是 我沒唱過你的歌曲 也是一直活到現在啊 那好 好 你為我活一天嘛 這一首歌根本不能合唱的 不過強迫中獎 Key不太對啦 可是問題你們兩個 唱得非常的合適 他讓我啊 對 我將就... 是 可是你這樣還標得上去耶 沒有 我將就他的Key啦 女生的Key比較低一點 這首歌到底是誰做的 怎麼能夠做得如此之好 我謙虛 詞曲的意境 跟當時的氛圍 真是難得的作品 如果要忘了你千難萬難 這誰想得出來 劉老師啊 評斷一下吧 評斷一下 這很簡單 兩個表現 你講清楚喔 你說我們歌王的歌藝退步 退步在哪 退步就是 它整個歌曲呢 這個我要它斷句的時候 它斷在不該斷的地方 哪裡該斷啊 哪裡該斷 就是整首歌 是哪一句該斷 我唱歌啊 完全是憑著這個旋律跟氣氛在走 該斷的時候就要斷 你剛剛在唱什麼 你要唱哪一首歌 我在唱 為你回天啊 我這樣子嗎 我剛剛聽好像不是這首歌 不是 我做歌曲太多了 你真的是劉家昌嗎 我當然劉家昌啊 奇怪 劉家昌平常唱歌是不會這樣子啊 我已經瘋麥了嘛 好 我要講幾次了 劉家昌嗎 劉家昌啊 還真的咧 剛剛被你這樣子逗弄 對啊 還來評論 評論 沒有啦 還扮劉家昌 一點都不像 我 劉老師頭比較壓縮比較短 那我是臉長的 我已經盡量把嘴唇弄薄了 然後轉一轉 不要再聽你講了啦 好 我們真的難得請到甄妮姐 就要好好聽她唱歌 好啊 你們說吧 那首歌很好聽 哪一首 五月的花 我跟你講 我們在那個年代 真的紅到不得了 對 真的啊 對 這首歌我們都把它改變過了 對 改編的歌詞 非常的紅 好聽的不得了 怎麼改啊 很糟 雪花是個大酒家 妳們小姐真不差 唉唷 還可以哈哈 還可以叉叉 還可以帶回家 好 差好玩啊 那個時候真的很好 不要聽 那個時候真的很好 不要聽你們外版啊 我要聽正版的